我来介绍一下精彤的选煤厂 大家说的洗煤厂是在隔壁哦 这里才是洗煤厂 不要搞错了 这是以前的煤炭瓶滚室 煤炭从三车架倒下来后 煤炭从正后方的漏斗嘴掉下来 在输送带输送的过程当中 两车已经沾满人潮 已经开始做石头的触塞 再继续的输送到前面的筛选机 整个选煤厂的底部会有很多的小洞 这些小洞就是让石头和煤炭掉落的一个小孔 然后再用小台车将石头和煤炭接走 这是以前的选煤厂的内部空间 内部空间真的蛮大的 以前的这里的工作环境 算是整个台阳公司所有的工作环境里面 算是空气最脏 然后噪音最大的一个场所 因为它里面摆放着三台的筛选机 就是筛选煤炭用的筛选机 总共有三台 说一下这里的煤矿筛选的范围 除了大斜坑里外 还有包含金铜煤矿 还有二坑的煤炭 都会来到这边来做筛选 台湾公司结束营运之后 这里就变成是私人营业的场所 这里设置了一个舞台 所以会有很多的企业 公司经常会在这边包场 开会办活动 所以它的场地是很够大的 容纳一百多人应该都没问题 同时它这边还可以眺望 整个京同地区的外面景观 这里是京同老街的全景 这是白石里 我们当地人称它为中谱 再来这边是天灯馆 和106道路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在洗煤厂的右方 这里有很多的 像这个这么平坦的坡砍 这些坡砍 用来放置装载煤炭 和石头的小台车 所使用的坡砍 所以它是一个 小台车的车道 那种车道 量 你会换成房子吗 什么 你会换成房子吗 所以我们会换成房子